歡迎來到大牙小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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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今天要來挑戰就是那個 千千跟汪娜都做過的那個巨大鳳梨家 啊我講啦 歡迎來到大牙小廚房 耶 那今年是2021呢 第一次做我們的 巨大好料理 那今年又有什麼突破了齁 雖然那個料理你剛剛講也對有兩個拍過 不管啦 他們的有我們的劇嗎 不是不是他們有 有誰產優彈住嗎 沒有 對不對 感謝我們真產優彈 感謝我們的蝦蝦 然後我們來做一個強烈的對比組 這是一般的 炒飯蝦的 沒錯我們今天要做的是 巨大鳳梨蝦球 差太多了吧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 你給你們比 那我們馬上來開始 因為呢 我們在工作室啊 有兩個很懂蜂梨蝦球的人 一個是很會做蜂梨蝦球的 那第二個很會 對蜂梨蝦球 吃很了解 吃很會吃的 吃了三十年 到哪裡他說 有蜂梨蝦球我已經要點 沒錯就是我們的 褲子 做完了 看一下他們反應怎麼樣 那我們就開始 Leggo Leggo 好我們先燒一鍋水啦 好 我們要先把這個蝦子去殼 那為什麼它是紅色的呢 因為阿靖今天跟我約兩點半拍片 我就把它放在爐子上慢慢的蒸 想說讓它快速退冰 然後結果大家來的時候 已經三點半了 然後就已經熟了 喔這很爛 好反正就順便剝殼啦 來刀子 等一下你這個很帥 我幫你拍帥一點 你這什麼阿翔 他就開 開背而已啊 很帥 噢乾淨 你怎麼那麼會 真的是料理 富里蝦球二十年男人 好開背 欸沒有蝦腸 唉唷那是厲害 欸有啦很細欸 阿也不要用洗的就是 擦乾 擦乾就好了 把那個蝦腸在這邊擦乾 擦乾進去就好了 我剛好看這個阿基斯說 醃的時候可以加一點檸檬 會很好吃 喔喔喔喔 因為你偷看喔 對阿基斯不好吃薄 喔喔喔喔 可以加一點檸檬 不要啦 阿這個蝦頭不要浪費 我們就拿去熬湯 這個我也不一定會熬阿 還要嗎 一顆應該就夠了 阿這個小隻要不要也順便 小隻的要開背嗎 開上小 你跟我說 這顆要開背 嘿嘿 媽這麼小一隻有蝦腸嗎 對啊這蝦腸很多 這還是要開背吧 馬的車怎麼開背 算了啦 工作室 好麻煩喔 要加一點黏巴喔 這龍蝦真的很大耶 特寫剝龍蝦的部分 把頭拔掉 用力捏一下 就可以 這是龍蝦漏了 這次會堆進去等一下一樣 醃漬一下 太燙了吧 你怎麼可以啦 黃小姐你的手是什麼 燙火加五喔 好放下去 好我們把這個戰盤洗乾淨 現在我們要來幫他看一下他的背 我們開背因為我們只是為了要 他等一下炸起來比較好看 他沒有蝦腸 他有啊 有嗎 喔他有欸 他超噁的欸 他小腸超大的欸 還好我沒有開咧 接下來呢 黃小姐 準備熱油沾粉 我找到跟蝦龍很像的東西 可以做外衣 各位我們先從這個 一般拉J開始 啊裹完粉之後要放在這邊反槽 然後再來再裹一次 好 好我們看要抽音機 等一下會有很多油啊 所以收音拍謝 拍謝 好我們現在呢要下 終於要下我們的 龍蝦這個 龍蝦 直接下去嘛 那邊放不保留 放不保留 然後這是另外一個 不是龍蝦的 這是 草 大草蝦 大草蝦 然後我們當然呢 炸這些東西啊 我們還有對照組 他們對照組就是這個小蝦人 一般鳳梨蝦球你會看到的小蝦人 超好看的欸 怎麼這麼好看 那是什麼巨大 但是我們就是巨大 但是我們就是巨大 我們就是巨大 超好看的欸 哇這一口才不吃爆 好 我們今天要做一個 蛋黃美膽之醬 好 夠了 哈哈哈哈 我們就把剛剛的蛋黃喔 直接加入大量的美肺汁喔 然後再加一點檸檬就完成了 就直接這樣 噗雞 你感覺 我覺得你整盒的鳳梨可以嗎 好好好 太多太多 這樣就好了 最後呢 盆子來了 你要施展魔法了吧 我們要 好我們先把我們的 龍蝦 放進來 一樣 好 看那個鳳梨來一點 快點 好像喔 味道太像了吧 一道美味的巨大鳳梨蝦球 就這樣完成了 一下開放技術總結 好 放完放完 休兩下就好了 好 放你 這很像淘金 好 你這樣子鯉魚怎麼拍 好緊熱啊 好 然後再加上一點 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要加巧克力米 反正就覺得 鳳梨蝦球就是要加巧克力米 就是不管怎麼樣 從小到大 版的 衝殺鬼 都要加點巧克力米 欸 你 你很不尊重 我們不是很明顯還有小的嗎 沒有 那個小的沒有要吃的 那只是來比較的 不是嗎 沒有 我們還是要做一張出來 好不好 雖然它很無聊 來來 靈魂給它下去 有 有 為什麼要加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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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比較可愛 最好是它吃起來 完全沒有感覺 OK 那我們 完成 感謝 20年 鳳梨蝦球職人 那我們要再吃哪一個 沒有 我們要先邀請 吃了20年的 吃鳳梨蝦球職人 我們來歡迎 HUDER 他可能是吃了20年的鳳梨蝦球 等一下這個 麥香可以吧 巨大鳳梨蝦球 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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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龍蝦 鳳梨龍蝦球吧 好強喔 欸 這時候我們要先吃哪一個 我們就從小的開始吃 從小的開始啊 現在如果連小的 都做得比外面一般的 還要差的話 你下去 喔喔 喬的特製醬 要買 要買媽媽 喔 職人 蝦球職人 這個蝦仁是可以 但是你知道鳳梨蝦球 還有另外一個 非常重要的 就是它的裹粉 你是個裹粉 我覺得不行 那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咧 因為我們大光粉之後 老闆竟然我沒有油 然後呂浴出去買的時候 哇 反潮了 成果它還是裹不上去 失敗 哇 我覺得不給過 今天鬍子完全就是一個 20年的知人的態度 非常的嚴格 中間等級這樣 這個裹得比較均勻的 炒香 因為它比較大 這個看起來比較像 蝦球的感覺 有了 來吃一下 這個肥美的屁股 喔 各位聽聽這個聲音啊 Holy 哪有聲音才是追的呀 好扎實喔 還有保肅感喔 對啊 很棒耶 你說這是什麼蝦 大草蝦 很棒耶 這個比剛剛那個讚多了 這個剛剛是蝦子的問題 太爛了 浪蝦了 等一下 重頭戲 一人一尾 今天的最重要的啊 哇 你哪一個 你看我那麼大尾了 鳳梨龍蝦球啊 來啊 好 321 這太偷解了 但是它 好好吃 我有異議 它龍蝦的味很重 它 完全不酥耶 對 它沒有那麼酥了 為什麼 它超不酥的耶 所以它的口感 沒有這隻那麼好 對 但是它的龍蝦味 還有就是它整個 咬蝦的那種感覺 很爽 但是以鳳梨蝦球來說 不行 巨大鳳梨蝦球 這樣不行嗎 我們來 鳳梨新手 巨大鳳梨蝦球 等一下一言難盡 我就不影響你什麼了 我相信你會做出公正的看待 它味道沒有到那麼祝福 不知道怎麼說 它的 我覺得它的龍蝦 會把那個鳳梨會搶掉對不對 沒有 真的嗎 我還覺得鳳梨搶掉龍蝦有點太多 等一下 那你剛剛不應該先吃一口鳳梨 再吃這個東西 那我先從這個 再吃一口 口感上面我覺得是差的 對吧 還有一個硬 不然炒蝦來一下 炒蝦應該就沒問題了 炒蝦我跟你講 我真的不多說什麼了 炒蝦就很屌了啦 這個比較好 這個口感比較 喔炒蝦 炒蝦很棒啊 炒蝦幾乎就是我們的 完美 所以鳳梨蝦球還是要用蝦 不能用龍蝦做 龍蝦完全不行啦各位 雖然巨大化那個感覺 非常的讓職人驚訝了一下 但是 不夠 好啦那今天就是我們的 巨大鳳梨蝦球 那最後呢 就請職人說 最後的總評 只要有鳳梨蝦球的店 我一定要點鳳梨蝦球 不管它再爛 那我們今天可以在這邊結束 如果你喜歡這次的巨大化料 歡迎在下方按喜歡 訂閱跟留言 那不要忘了 訂閱我們大海公司的 其他夥伴們 Yup 那我們的IG都要記得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拜拜 不要再吃了 還有一隻喔 自己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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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